今天为你介绍的是日本作家山岗庄八的历史小说《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是日本最后一个武士政权江户幕府的开创者 是日本史上数一数二的人物 在日本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以至于他的故事经常出现在文学、影视剧甚至历史游戏中间 不少中国人通过这些途径对德川家康有了一个模糊的印象 德川家康的故事开始于公元16世纪中后期 这时的中国正处于明朝家境万历年间 同时期的日本则处在战国时代 当然各地实力派不断混战 社会剧烈动荡 很有点中国春秋战国时候的味道 德川家康就是在这个时候登上了历史舞台 说他的人生是一段传奇并不为过 因为最开始他并不起眼 他的家族只是地方上的一个小势力 无论是地位还是实力 好像都不足以左右历史发展 然而四五十年后 他击败了各个对手 统一日本 结束了战国时代 成就了太平治世 这期间他有着常人未有的机遇 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有着超乎强人的坚毅和忍耐力 这一点让德川家康激励了无数日本人 不过日本没有中国这样浩如烟海的史籍资料 人们了解过去往往要通过虚实参半的传记式小说 德川家康这本书就是这样一本传记式的历史小说 这部小说花了作者山岗庄八 十七年时间才创作完成 山岗庄八是近代日本的著名作家 擅长战国武将题材的创作 他用五百五十万字的长卷把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下面就让我们随着作者的笔触一起穿越回四百五十年前 在故事开始之前 我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日本的政治体制演变 方便我们理解德川家康所处的时代背景 首先来谈一谈日本的政区划分 在公元六百四十五年 日本模仿中国唐朝建立了中央集权 在中央由天皇带领贵族文官行使权利 在地方全国被划成六十个国 由中央派出官员去管理 每个国相当于唐代的一个州 或者是今天中国的一个地级市 接下来就是幕府的出现了 在公元一千一百八十五年 也就是中国南宋的时候 本来隶属于政府的武士阶层 势力做大 架空了天皇和贵族 建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士主导的中央政权 这类政权称作幕府 幕府的最高长官叫做征仪大将军 此后呢 幕府政权几经更迭 到了我们这个故事开始的年代 当权的是足利尊氏建立的 视听幕府 不过讽刺的是 此时的幕府将军陷入了和当年天皇同样的窘境 在中央将军的权力被羽翼丰满的家臣夺走 在地方幕府派出的官员也经常被地方上的实力派武士推翻 这些实力派武士往往以家族的形式割据一方 叫做大明 德川家康的家族就是这样的大明 说完了这个时代的特征 我们就言归正传 把目光投向德川家康的出生地三合国 先来看看德川家康有着怎么样的来头 三合国位于现在日本爱之县的东部 是京都通往东京的要地 这片土地上豪强林立 其中比较大的一股势力 是以刚齐城为据点的松平市 松平两个字是松树的松 平稳的平 这个松平市有两个大敌 一个是西边伟章国的知田家 另一个是东边郡和国的金川家 公元1543年 我们的主人公德川家康诞生在松平家 他一出生就有了一个名字 叫竹千代 说到这里你是不是有点混乱了 明明是叫德川家康 为什么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姓松平呢 而且我们刚才又叫他竹千代呢 这就涉及到了古代日本人的姓名组成 在上古时代 日本是士族部落制的国家 因此呢 一个士就是一个贵族士家 比如著名的元士平士 由于人口繁衍 一个大的士又有了许多的分支 这些分支为自己起了苗字 树苗的苗 汉字的字 这个苗字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日本人的姓 例如上面提到的松平 德川 金川 枝田 都是苗字 而且德川家康这个德川呢 还是得到天皇认定的 而像竹千代这样的名字 是小孩出生以后的小名 所以竹千代小朋友长大以后 才会有德川家康这个名号 在德川家康的一生当中 他曾经多次更改自己的名号 为了方便讲解 后边呢 我会统一使用德川家康 作为他唯一的名字 科普到此结束了 我们言归正传 松平家势单力薄 为了求存 不得不仰仗邻国的大名 为此呢 年幼的德川家康 很早就明白了 什么叫做身不由己 他三岁与母亲分离 六岁离家 成为枝田家的人质 八岁丧父 最终被金川家彻底控制 即便是在战国乱世 小时候如此厄运连连 备受磨难的人 恐怕也很难找出第二个了 在这期间 德川家康逐渐培养出了 坚韧的性格 最早要德川家康 学会忍耐的是他的母亲 有一天 在母子俩说话的时候 听见外边有车马声 透过篱笆筑成的围墙 看到有些百姓 推着满载行李的车在爬坡 车上堆满了柜子 家具等重物 要爬上这一段上坡路 真不容易 可是呢尽管大家都是气喘如牛 汗流加倍 可是呢 依然慢慢地向前走着 没走一小段 就得休息一阵子 休息够了再推 直到身影消失在了路的尽头 竹签黛 你看到了吗 德川家康的母亲 突然开口问道 看到了 这些人终于爬上去了 不错 人的一生 也像是背着很重的行李 赶很远的路 绝不可以操之过急 更不可以半途而废 遇到任何困难 唯有去克服它 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是 母亲的意思 我明白了 小家康对于母亲这番话 极为感动 铭记了一生 这也是几乎每个日本人 都能够背诵的 德川家康家训 人生如负重致远 欲速则不达 以受约束为常事 则不会心生不满 愤怒是敌 忍耐 乃长久无事之基石 到了八岁那年 三和松平家 就被金川家彻底吞并了 这一年 小家康开启了 寄人篱下的金川时期 软弱的人遇到苦难 总是会抱怨别人 最后成为了无用之人 坚强的人 即便是受了魔折 无论多苦也咬紧牙关 没有失去勇气 而把磨难作为自己的经验教训 从日后的成就来看 德川家康 无疑是自小属于后者 在作为人质的日子里 德川家康遇到了一位重要人物 太原雪斋 太原雪斋是一名高僧 担任金川议员的师傅和军师 在见到家康以后 他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要把一生所学 倾心相受 这个说法听起来非常浪漫 应该是后来江湖时代的文人 美化出来的 作为金川市的二号人物 太原雪斋之所以努力培养家康 恐怕目的要现实的多 那就是要利用松平市的名望 扶持一个金金川家的领导人 永远占领三合的土地 小家康也没有浪费这样的机会 在勤奋学习知识的同时 他还不忘锻炼身体 学习军事技能 到了公元1556年 13岁的家康成年了 按照日本的传统 武士家的小孩在成年时 要剃掉额头上的头发 扎起发迹 然后穿上成人的衣服 并且获得一个成年人的名字 这套成人礼叫做圆服 德川家康终于成年了 公元1560年 德川家康第一次尝到了忍耐的甜头 历史给了他一个机会 让松平家重获独立 这一年已经占领了 三河 郡河 远江 三国的京川议员动了念头 想自己去打京都 控制将军 携天子以令诸侯 于是呢 他带着两万五千名士兵 向京都进发 当然了 上京的路上 首当其冲的敌人 就是伪张的支田信长 支田信长 能够动员的兵力 不过三四千人 在金川议员的大军面前 失败本来只是个时间问题 没有想到的是 支田信长以出人意料的勇气 借着暴风雨 带领少数部队 在统霞舰这个地方 突袭了金川议员 当场斩杀了这位名将 一举扭转了战局 金川议员死之后 他的手下争先恐后的 向大本营 郡河逃去 甚至连三河的钢崎城 也弃之不顾 于是呢 在失去独立十一年之后 德川家康 重新占领了 本营属于自己的钢崎城 虽然摆脱了人质的命运 但是刚刚独立的德川家康 面临的情况丝毫不比 当年他父伴祖伴轻松 就在这时 德川家康收到了 支田信长寄来的信 上面写道 朱千代 我愿意和你结为同盟 看到这一行字 家康的思绪不禁回到了 在伟章当人质的日子里 总有一个长相英俊 经常半裸着身子的少年 来找他玩耍 那个少年带着家康 骑马 游泳 相扑 并且呢 还分自己的食物给他吃 家康和他结下了 很深的友谊 直到有一天他知道 这个别人口中的大傻瓜 正是伟张国少主 支田信长 德川家康 无论于公于私 都不愿意 与支田信长为敌 信长既然求和 自然是一拍即合 但是这么做呢 就得背弃原先的盟友 金川家 最现实的问题就是 家康的老婆和孩子 在他独立的时候 没带出来 还留在金川家做人质呢 一旦与支田结盟 他们的生命可能不保 要不要结盟呢 面对争论不已的家臣 家康镇定地说道 国家动乱不已 百姓颠沛流离 如果与信长修好 能使天下太平的话 我就顾不得妻儿的安危了 作为一个成功男人 德川家康 在抛弃弃子的时候 自然会把话说得 大意凛然一些 但是实际上呢 这可能是家康 当时唯一的一个选择 倘若不结盟 大胜之余的支田君 势必会席卷而来 同时 金川是大败而归 元气大伤 原先的金川家的盟友 难保不会趁火打劫 夺取金川家曾经的领土 三合刚刚独立 百废待兴 根本无力抵挡 这些来自外部的威胁 因此 家康做出决定 与支田结盟的时候 恐怕呀 内心是早已经做好了 骨肉分离的觉悟了 幸运的是 金川家的新任家主 是一个懦弱的顽固子弟 没有杀法决断的勇气 不敢杀害人质 去和家康结仇 德川家康抓大力发展经济 整顿军备 从此以后 德川家康的政治生涯 进入了支田时期 德川家康与支田信长的 青州同盟 一直被史学家们 津津乐道 这一对从小结识的伙伴 把自己的后背交给对方 各自向前发展 这在充斥着阴谋 背叛血腥的战国乱世里 简直难能可贵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实际上 支田信长对待家康的态度 比金川议员是重视了许多 但是这依然是一个 不完全平等的同盟 家康需要服从 所谓盟友的领导 并为之流血 为此 他不得不做出很多忍耐的举动 比如说 在支田信长 攻入京都 夺取中枢政权的过程当中 德川家康依然需要带着 他的精锐军团协同作战 1570年的 旌旗之战当中 甚至被留下 当作掩护支田信长 本人逃跑的殿军 德川家康的死活 没有多么重要 从这场战役中 家康的处境 可以明显看出 两家同盟关系 远不如小说当中写的 那么温情默默 如果说 军事上的德川家康 因为实力不足 只能够听从安排的话 那么接下来发生的冲突 就是一场考验 两家同盟根基的大事了 家康在金川家 做人质的时候 由金川议员做主 迎娶了祝山夫人 两人婚后 生下了一子信康 支田信长为了加强同盟 让信康娶了自己的女儿 有一段时间 支田信长听到一个传闻说 祝山夫人和信康 准备投靠敌人 对抗支田 信长不能容忍这种可能 他召来了德川家的众臣 传令回去 让信康切腹 听到这个消息的加康 如同五雷轰顶 可是摆在他面前的 只有两条路 要么杀死自己的老婆孩子 要么与支田决裂 德川的家臣 纷纷到加康面前请愿 要求不惜一战 誓死保卫少主 但是权衡再三之后 加康还是痛下决心 按照支田信长的命令行事 在这次事件当中 支田信长的霸道暴露无遗 而自小忍受了 诸般苦难的德川加康 这一次 为了家业的存续 再次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在纳上妻子和长子的人头 作为投名状之后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德川加康也会像 支田信长的其他盟友一样 完全听命于他 最终成为他的家臣 然而 意外发生了 1582年 是支田信长 最为春风得意的一年 他占据了京都为中心 最富庶的半个日本 志得意满的支田信长 派出手下四处出击 统一日本 指日可待 1582年6月2号凌晨 京都附近的支田军大将 明智光秀突然反叛 身处本能寺的支田信长 被团团包围 最终葬身在本能寺的 熊熊烈火当中 本能寺之变 终止了支田信长 一统天下的野心 信长的低长子 也战死沙场 整个支田家 瞬间群龙无首 为了争夺信长留下的 巨大遗产 支田信长生前任命的 各个方面军将领 展开了混战 德川家康的人生 也出现了重大的转机 在支田家四分五裂的时候 家康主要干了两件事情 一是扩充家臣团 二是扩张领土 称雄关东 此时的家康 已经占据了 金川家原有的领土 德川家康或许又想到了当年 统霞兼制战 金川议员突然阵亡 给了他摆脱金川家控制 夺回整个三合的机会 而这一次本能寺之变 死的是支田信长 这个机会不能放过 就在德川家康 在关东埋头收割土地的时候 全国的局势发生了变化 支田家的重臣风陈秀吉 扫清了支田家中所有反对他的势力 成为支田信长实际上的继承者 这样一来 一边是信长基业的篡夺者 一边是信长生前最忠实的盟友 天下双雄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 家康明白 他与秀吉之间必有一战 从双方的实力而言 自己似乎又稍逊一筹 如果说贸然开战 迎面不大 这种情况下 家康的策略是立即终止 主动扩张 严守疆界 静观其变 很快 这种平静就被打破了 支田信长的另外一个儿子 支田信雄和风陈秀吉闹翻了 他觉得风陈秀吉身上的光芒太强烈 以至于支田家的威望 已经被世人遗忘了 然而 以信雄一人之力对抗秀吉 无异于是以卵击石 这个时候他想起了 王父生前最忠实的盟友 德川家康 于是 风陈秀吉与德川家康 两雄之间的决斗开始了 这就是著名的小木长久守之战 这一仗 清朝而出的风陈秀吉 准备一战催垮家康 而德川家康 深沟高垒 防御座的天衣无缝 如同坚固的低暗 让秀吉的攻势一次次 无功而返 经历九个月的对抗 秀吉未能击垮德川家康 只好主动停战和谈 此战之后 德川家康成为了 举国文明的重要人物 连风陈秀吉这种 没吃过大败仗的人物 都在家康处受了重大挫折 从此对家康也是又敬又怕 德川家康却没有因此膨胀 战后他再一次发挥出了惊人的判断力 尽管在战场上自己占了优势 但是自己的实力依然与秀吉相差甚远 长期敌对下去 自己早晚要吃亏 因此呢 他还是对秀吉表示了服从 稳定了日后自己的地位 在忍耐当中继续等待实际 这样 家康的政治生涯进入了秀吉时期 1586年 丰臣秀吉出任了官白一职 官白这个职位出自中国汉代的霍光 相当于宰相摄政 当上官白之后 丰臣秀吉对于臣服于自己的德川家康 想尽办法削弱他的实力 在1590年 丰臣秀吉把关东八国赏给了德川家康 至于德川家康原来控制的地盘 则分封给了其他人 关东八国比德川家康旧有的领地大得多 江户 也就是后来的东京 就在这片土地上 赏赐领土消息一出 德川家康手下的家臣 闻讯之后群情激昂 纷纷表示咱们不干了 反了他秀吉算了 为什么赏赐领土反而遭到了激烈的 反对呢 原来关东八国虽然领土更大 但是呢 却刚刚从敌人北条家手里夺来 而这些战国大明 基本上都是由当地的大庄原主 一步一步爬上来的 从上到下都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 领主转风是无法把全部农民一起带走的 因此呢 这就相当于是剥夺了德川家的根基 一旦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领地 到了一片陌生的地方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而且当地的土豪领主们 面对外来的征服者 能不能服从还是一个疑问 一旦处理不好其中的关系 非但发挥不出领地该有的实力 甚至还会引起暴动和叛乱 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 这是风尘秀吉不放心德川家康做出的打压 风尘秀吉虽然在战场上吃了亏 但是政治手段精明 这一手名声暗将玩得非常高明 更何况在德川转风关东的同时 把他原先的领地全部都封给自己手下的亲父将领 把德川家康牢牢地包围了起来 防范之心昭然若揭 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威胁 47岁的德川家康的决定依然是 人 那么他是真的甘愿做风尘治下的一个臣子 聊此一生了吗 从他日后的表现来看 答案是否定的 作为经历了无数大风大浪的萧雄 他已经发现了风尘秀吉这个庞然大物身上 致命的缺陷 那么藏起自己的爪牙 避免过早地暴露出自己的野心 无疑是家康此时最好的选择 然而这一切只是暂时的 1591年 风尘秀吉名义上统一了日本 为了驯服德川家康这个最大的威胁 还有其他地方上的实力派 风尘秀吉发明了 五大老五奉行的政治体制 所谓五大老 是风尘秀吉在自己之下 任命了德川家康 钱田利家等五位当时实力最强大的大名 为大老 共同参赞大政方针 而五奉行则是十田三城为首的五名文官 他们负责具体的政权运作 这样的政治结构 简而言之就是 五大老位高而无实权 五奉行有实权 但是领地小 只能够依附在秀吉身旁 两个集团权力和地位不相匹配 可以相互制约 当风尘秀吉活着的时候 凭借着他的威望和能力 这套机制运转正常 没有人能够掀得起风波 可是当秀吉在1598年去世以后 留下了权力的真空 五大老五奉行的政治安排 迅速就被55岁的德川家康突破了 德川家康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突破秀吉的一系列禁令 本来秀吉在临终之前 曾给大明们立下五条禁令 要求这些实力派人物 对风尘家不得变心 不能私立党羽 不能随意联姻 不能私下交换人质 尤其是联姻和交换人质这两条 本来就是当时诸侯之间 培植势力常用的手段 在秀吉死后不到半年 德川家康先后和一些实力派大明 缔结了殷亲关系 这种公然挑战秀吉 生前法令的行为 一是拉拢有实力的诸侯 扩大自己的势力 二来也是试探其他人的反应 不出所料 以十田三成为首的五奉行 立即向家康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结果被家康以强硬的措辞 给顶了回去 接下来做出反应的是 五大老中势力第二的 前田立家了 前面我们说过 五奉行相当于是公司的实际经营者 而五大老呢 则是相当于董事会 可是这几个董事 可不只是拿股份不干事的 他们都是手握重兵的实力大名 其中的前田立家 坐拥一百二十万弹领地 是家康最为忌惮的对象 这位前田立家不顾重兵缠身 马上下令准备向家康开展 其他诸如家藤清政 黑田长政等风尘家提拔起来的大名 文迅也带兵向大阪城聚集 一时间战云密布 但无论是德川家康 还是前田立家 都没有战胜对方的把握 于是在你来我往的谈判当中 双方最终握手言和 后来的事实证明 这次冲突是降服家康最好的时机 因为前田立家缺乏魄力 永远失去了机会 家康这一次投石问路 侥幸成功 公然违抗秀吉一命 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风尘家的威信 由此荡然无存 接下来家康要做的 就是挑起风尘家的内斗 虚弱风尘家的实力 家康描上了风尘家内部的缝隙 采取了新的策略 风尘秀吉能够夺得天下 靠的是手下能争贯战的将领 这里面既有从知田家继承来的素将 也有他自己培养的年轻才俊 到了风尘秀吉发兵朝鲜之后 因为战功和后援的问题 以石田三成为首的文官派 和家藤清政为首的武将派的矛盾 完全公开化了 风尘家的分裂已经必不可免 而家康呢 则不动神色地站到了武将派一方 刀尖上填血的武将们 看不惯靠耍嘴皮子就能够爬到自己头上 腰五喝六的武缝行 家康就通过赏赐联姻来拉拢他们 这样一来 局势渐渐地开始向家康倾斜了 只有石田三成是最清醒的 他认为 德川家康才是风尘家最大的威胁 为此他联络各方势力 向德川家康发起了最后一次反击 1600年 石田三成率先发难 号称十万联军 讨伐德川家康 57岁的德川家康带着那些 对石田三成不满的风尘家武将 前来迎战 这就是日本史上大名鼎鼎的官员之战 结果大战只打了半天时间 就以石田三成一方的失败告终 发生在1600年9月15日的这场大战 历来被各种小说 电影 游戏 浓墨重彩不断描绘 其实就这场战役本身而言 并没有后世想象的那么意义伟大 他只是石田三成徒劳的反扑 更不会像很多人假设的那样 假如三成的运气好一点 意外少一点 那么家康就会从此灰飞烟灭 首先自始至终 大阪城里的风尘秀赖都没有明确支持哪一方 这就给战役定了性 不是家康反叛风尘政权 而是风尘政权内的派系斗争 作为家主的风尘秀赖 不便于介入手下的纷争 这就给了一直举着维护风尘政权 讨伐逆贼家康大旗的石田三成 致命打击 他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名分 其次正面战场上 西军实际处理的军队就三五家军队 而其他到场的人马 基本上都在做毕上官 石田三成身为武凤行的时候 太过骄横跋扈 人缘很差 结果呢 战场上内应不断 石田三成一方的人接连倒戈 让德川家康仅仅半天就获得大胜 战败之后 石田三成被斩首于京都六条河园 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挡家康的攻势 他也顺理成章的开始了战后的清算 昔日五大佬当中 不是彻底服从 就是被削减 甚至没收领地 在惩罚了敌人之后 德川家康并没有借机 直接废除风尘秀赖的统治 而是在风尘政权之外 开创了自己的幕府 这就是江户幕府了 1603年 60岁的德川家康 终于看到自己 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就任了征仪大将军一职 另一方面 他从石田三成的支持者那里 没收领土 封赏封臣系武将 既维护了他们的政治信仰 又是他们获得了实际利益 这就在把这些人的利益 和自己牢牢捆绑在了一起 不过在封赏的过程当中 德川家康玩了一个心眼 他将所有的大明分为了三类 一是自己的儿子和亲戚 叫做青藩 二是一直忠于自己的家臣 称为普代大明 最后则是曾忠于秀吉 在战争当中支持过自己的 叫做外仰大明 封赏时 外仰大明们的领地 被给予了两倍甚至三倍的增加 但是他们都被转封到了 远离江户和京都的地方 这些人没想到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封赏 欢天喜地地奔赴新领地去了 而他们身后 德川家康让青藩和普代大明 占据了所有的要地 从京都到江户之间的交通要道 战略要冲 实际上全部收入了德川家手中 这样贯穿了江户幕府 两百余年的青藩 普代外仰三级诸侯体系 已经出具了规模 1605年 德川家康将征仪大将军传给了儿子 德川秀忠 自己退居二线 做起了大御所 类似于太上皇 在幕后继续掌握着实权 这一举动向世间表明 将军一职将由德川家世袭下去 全天下的武士都是德川家的手下 封臣家从此要么做一个封雅公亲 要么就老老实实地当一个地方实力派 再想号令天下已经没有可能了 倘若封臣秀赖和殿夫人能够认清现状 完全可以在江户幕府的体制内 舒舒服服地生存下去 遗憾的是 官员之战前 没有意识到家康威胁的封臣政权 此时仍然没有正确的估计形势 匆匆忙忙地宣布和家康翻脸 1615年 他们忍无可忍 决定举兵反对已经72岁的家康 由于家康先前的布置 秦藩 普代和外样大明相互牵制 没有一个诸侯起兵响应 封臣家的号召 封臣秀赖能够依靠的只有临时招募的浪人 在1614年冬天和1615年夏天 于掌握了全日本的幕府打了两场大仗 最终 大阪城在1615年夏天陷落 封臣秀赖自尽身亡 日本战国时代正式结束 此后250余年再也没有大的战争出现 一年以后 也就是1616年6月1日 走过乱世缔造和平的德川家康去世了 享受73年 在他身后 朝廷授予他东照大权县的尊称 东照大权县意思是 像阳光一样照耀大地的神明 好 到这里德川家康的一生就介绍完了 我想用一个典故来结束这本书的内容 故事是这样的 有人问知田信长 封臣秀吉还有德川家康 一只杜鹃如果不提叫 如何让他开口呢 勇敢果决的知田信长回答 杜鹃不叫就杀了他 聪明务实的封臣秀吉回答 杜鹃不叫就想办法诱使他叫 而德川家康的回答最为无聊 杜鹃不叫就等他叫 这个流传甚广的典故 精确地概括了德川家康的性格特点 在忍耐中等待时机的到来 忍耐并不是怯懦 更不是屈服 命为玉碎不为瓦拳是壮烈的 也是容易令人动容的 但是只有内心无比强大的人 才能够在那种情况下选择瓦拳 只为着有一天能够亲手把碎掉的玉碧拼回原状 正因为秉承着这份坚韧的精神 当金川议员 知田信长 风尘秀吉等豪杰 先后离开人世之后 六十岁高龄的德川家康 终于为乱世画上了句号 这份坚韧的精神 不仅是德川家康式的楚世哲学 也注入了日本的民族精神 至今依然发挥着影响